英超联赛开赛至今 上赛季排名联赛积分榜 第二个曼联队略显挣扎 他们先是在主场显示莱斯特城 而后接连输给了布莱多和热刺 几乎每个夏天都有球星与曼联发声转会传闻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当面那些曼联买布莱的球员如今过得怎么样 盖探盖探出道于博甲 2010年登陆欧洲五大联赛 加盟扑抽豪门本菲塔 之后又在2016年加盟西甲球队马德里竞技 在为球队出场的二十球场比赛中 取得三立进球 2018年2月26日 盖探盈1500万英镑的转会费从西甲球队马德里竞技 加盟中超的大联一帮 在联赛中 盖探为大联一帮出场18次 取得一立进球和六次助攻 斯特罗曼 2013年 斯特罗曼加盟罗马 作为罗马和荷兰的主力后央 斯特罗马几乎每个夏天都会和曼联传出绯闻 如今随着转会马赛 斯特罗曼在红狼军团的数据也定格 在了137次出场和13力进球 斯内德斯内德离开黄马加盟一下豪门国际米兰后 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 这也引起了各大豪门的关注 曼联当然也得其中 但是最终也未能买下这位荷兰巨星 在2012年结束了自己的国民生涯之后 斯内德逐渐淡出了五大联赛 今年年初 斯内德以580英镑的转会加马卡塔尔联赛的阿尔加拉巴 在为球队出场的球场比赛中 打击五球 费力佩安 德森年轻的巴西小将费力佩安德森在领约奥运会后 就与曼联的传闻一直不断 他在为拉奇奥效力期间总共出场177次 贡献34力进球 今年夏天 费力佩安德森以3000万英镑的转会费加盟英超球队西汉姆连 小卢卡斯曼联与小卢卡斯的传闻由来已久 但是最终小卢卡斯加盟的却是英超的另一支球队 这次 今年年初 小卢卡斯以2800万英镑的转会费从阿甲豪门巴黎圣日尔曼加盟热次 在热次一共为球队出场9次 打进三力进球 在英超联赛第三轮与曼联的脚点站中 小卢卡斯没开二度 帮助球队3比0完胜 时光然然 不知道现在的曼联管理层 会不会因为没买来这些球员而感到后悔呢